你這個人可以回頭 你會不會回頭 年輕廚師 帥哥請來吳炳陳無師傅 貌叔好 各位媽媽大家好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年代高啊對不對 這個我們這一次呢 在我們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介紹一系列 大家懷念的年味 對 古早那個 過年的時候你吃什麼 是 對不對 可能你自己說 我小時候吃 可是小時候的小時候 阿公阿嬤那個年代 我們到底團圓的時候吃什麼 對 該怎麼煮什麼 以前最懷念的就是那一鍋熱騰騰的砂鍋魚頭 我在學廚藝的當中認識一個師傅 他以前的 他算老師傅 所以才學得到這種傳統口味的砂鍋魚頭 傳統的口味 對 他光這個魚頭的處理 一般來講什麼要刷 要洗一大堆的 其實他很簡單 他用了一個所謂的醃料 那這個醃料一般來講 你可能只知道兩樣 因為煉魚 你煮不頭會超臭 對 因為淡水魚嘛 是 那一般的 醃魚頭你只知道 來第一樣 胡椒粉 這個媽媽一定要蝴蝶粉 蝴蝶粉一定要還有吃東西 就是米酒 蝴蝶 這個我會穿 對 這也是 血水塊啦 這看就超臭 來 這個先讓媽媽看 來 好 純粹 這一定要把它拿掉 這一定要拿掉 這一定要拿掉 這要把它拿掉 抓一抓 血腥 血腥啊 就是這個再吸 對 滴水要拿掉 這個要拿掉 白色 黑色的地方 人叉了就把它刮一刮 差不多好了 這個處理好了 好 回過這裡 一般媽媽在這裡兩行而已 是 其實還有一行 酒 胡椒粉說薑 薑 也不是一般的薑 也不是一般的薑 薑泥 喔 薑泥喔 薑泥喔 你薑泥你才能抹到 這個魚的眉的地方 才會透 那薑泥本身你看喔 它是米糕糕 它就有一些細的纖維質 它就很容易像一些 所謂的你加的粉一樣 巴在上面 對 所以是薑泥嘛對不對 對 就是薑泥 哇 你也很聰明喔 像是天然勾芡一樣 對 有嗎 來 拿魚 哇 再來 拿魚 這塊比較薄 你就不用留刀 你如果比較厚的有沒有 我去頭 這隻比較小吃 你就畫個刀 這樣看你肉也比較細 肉質 因為這個魚頭剖對半 一邊是沒有中間骨 另外一邊有中間骨 對 看你買到哪一塊 有買到中間骨的 你就做個畫刀 好 再來 地瓜粉 地瓜粉切勁 你用了一大盤地瓜粉 把魚頭放進去壓一壓 為什麼 這樣轉薄轉粉 你這個砂鍋魚頭 它是不會好吃的 為什麼有的砂鍋魚頭 你越吃越耐吃的原因就是 它的湯頭的清甜度 你吃得到 那些都藍粉下去都糕糕 對 有的湯頭滷到這樣 你吃不到清甜度 你就感覺會膩 對 對 所以我今天教大家做的就是 不會膩 有清甜度的這個湯頭 好 來 下鍋下去炸 兩個屁股之後 我們有大腮的感覺 是 第一次下去 先從這個 身體的部分 剖面處這邊下去 不要魚頭先下去 為什麼 你魚頭先下去 第二 它會當時這個杯子 它會薄 另外一個 容易燥乾 等一下 我一半了 我要翻面的時候 我還要再加東西 我還要加 讓這一鍋油更香 讓這個魚頭更好吃 我等一下差不多 過個兩分鐘再回來 好 我們稍微炸一下 來翻面 看看要加什麼 好 兩分鐘 現在把魚翻面 現在把它翻面 炸得酥酥的很好翻 對 所以魚進去之後 你就不用管它 你就火候 就把它抓高溫就好 你不是我放一個東西會香 現在要放這個東西會香 然後你的燒鍋魚頭 它香味會出來 就你放這個 蔥仔油 蔥仔油 要炸 要炸 對 還有另外一道 蒜頭皮 有蒜頭酥 要炸喔 對 這要放下去 我另外一道 蚵仔也要炸喔 對 芋頭也放進去 會香的都要炸 是 這個是傳統的做法 就是要有這麼的香氣 一般現在的做法 都把這個拿去炸 現在這裡有什麼 蒜頭油 是 蔥仔油 蚵仔也要煮這個香 香 說說香 你看 香香 來 好來 你看旁邊的蔥仔酥有沒有 蔥仔酥跟蒜頭有沒有 它整個香味出來了 所以砂鍋魚就只要一鍋上桌 其他的東西 鮮腸什麼切切的 就很有黏味了 是啊 來 你看這個 來 這個好涼喔 好 再來 香的已經香了 是 很重要的是這一鍋的一個料頭 來 先拿來吃好了 好的 這樣比較方便 大家看有 好 一層一層的打底 所以還要一層一層的打底 對喔 白菜差不多半顆的量 你把小小的梗 把它拿掉 骨頭拿起來 是 對火 嗯 白菜半顆 魚頭一顆 就放進來 好 很痛口味的砂鍋魚頭啊 在一條大白菜 我還要放 香菇 紅菜頭 芹菜豬 金針 鑽 鑽 還有蛤蜊 只要這幾行 就是最好的古代魚囉 又聽吳師傅說 還有一道老塞壁館 一定要放 湯頭再釘糕味 又喝不下去喔 我真的覺得很簡單耶 像這隻的魚頭這樣 什麼事情好了 對 差別在哪邊 所以過年一定要做這一道啊 前面的蔥燒跟這個芋頭 都幫你炸好了 對 所以基本的香味都在裡面 喔 一匙的鹽巴進來 哇 好像已經快要搞定了 滾了就好了 啊 來 這次放下去 雞湯 哇 雞湯好 我再不知道有什麼 你怎麼會放耶 打不打不 不能打開嗎 可以啊 你可以先看啊 反正我等一下也要看啊 我等一下也要放啊 是這個喔 有放這個嗎 它是不是越滾越好吃 對 而且會變成湯頭 對 第一次光滾完 第一次是一個口感 對 滾第二次又是一個口感 滾第三次 它沒有口感 是 它全部都是 畫在湯頭裡 畫在每一滴的湯頭裡 就是這個 喔 真的 哎呀 湯頭 有加這個 而且是只有牛番茄 有牛番茄 嗯 就把牌子 要大塊大塊 還吃得有料 對 然後這 再鋪的是這個喔 再把這個鋪上去 喔 啊 魚頭呢 魚頭又擺上去 那這個一定要放一個卡式爐 在大家面前滾它 對 我們以前都這樣子 對 一定要放在上面 對不對 現在湯頭 打到差不多8分 等一下水一滾 蔬菜釋放出來 它就沾不去 它就沾不去 沾到一個魚頭就算 你看這樣很香 我怎麼會燉 真的 好香喔 真的 差不多滾了20分鐘 不過你有發現 一個問題嗎 什麼 砂鍋魚頭 要加什麼東西 對啊 等它滾不去之後 我要告訴你 好的 20分鐘 稍等一下 好 現在已經滾了 對不對 哇 10分 這個 你看這個湯頭 這個時候 再把這個沙茶醬 放進來 沙茶喔 對 對啊 我就說一定有沙茶 怎麼減一味 對 可是人家都是很早就放進去 對 所以一開始 整個湯頭都滾了 而且被這個沙茶全部蓋過了 你看我現在部分 沒有加沙茶之前 我再喝一口 好 來 這是再加沙茶的 有時候這個沙茶部分 我們放在這邊 你再挖魚頭 是直接下去滾喔 沒有 你挖魚頭的時候 你就會拌到沙茶 而別就會滾進去 很講究 不要多 就知道一匙的量就夠了 所以也不要多 太多搶了這個湯頭的味道 現在湯頭有夠清甜好吃的 來 芹菜 哇 加了沙茶 又加了芹菜 又加了香菜 完全又不一樣了 吃吃 對 就要加一點蔬菜類的東西 才會甜 這一般沙 沙鍋魚頭 人家說啊 酸苗酸苗 要放而已 其實有很多的小配料 你一定要順序 上面還有沙茶 對 有沒有 就要這樣夾下來 其實將你好 有很少吃你的魚 這麼黏不臭臭味 真的沒有味道 江泥你滲透進去這個魚肉 你在炸過程 魚鮮味 魚湯 跟這個江泥做結合 而且那薑的精油啊 在炸之後 整個都滲透到魚的肉裡面 對 對不 好好吃喔 而且過年的時候 這一鍋沙鍋魚頭 你旁邊媽媽會準備一些什麼 火鍋料 魚餃 蛋餃 魚餃 蛋餃 就一直夾 慢慢夾 超讚 超元寶 而且我覺得他就是要這樣子放 這樣子要吃青蛙有青蛙 要吃濁的有濁的 對 有一點一鍋兩吃的感覺 是 一個撇步料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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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料 就嚇死人了 是 謝謝 王魚餃 是 他就這樣看見